两年一次的玉璃镇联合庆丰年活动 7月27号晚上6点半准时开始 21个部落族人全员参加 场面非常盛大 而千人大会舞不仅代表着文化的传承 也让在场的族人以及参与者们 彼此的距离更加的接近 让情感得以凝聚 部落勇士进行爆信息以及点火 接着由头目们为族人 为玉璃镇进行祈福仪式 这是玉璃镇两年一次的联合庆丰年活动 虽然白天都下着大雨 场地也都是泥巴 但是21个部落的族人还是穿着族服 开心又兴奋的来到永昌分校唱歌跳舞 龚文俊激动的在台上 非常地感谢所有支持玉璃镇活动的掌光贵宾 更感谢族人的参与 族群的文化是要靠着大家一起来努力 透过活动凝聚族人文化代代相传 我们第一场21个部落的风年祭在大家聊中午在举行的时候是秦鹏大雨 一直到4点雨还在继续下 但是我们非常有信心因为老天跟我们的主力会保佑玉璃 龚文俊表示每年的七八月间 玉璃镇的各部落都会遵循祖先的传统举办部落的风年祭 以感谢神灵庇佑五股丰收 龚文俊邀请全国民众前来玉璃镇旅游 深度探访各个部落体验深厚的原住民族文化底蕴 记者高双双玉璃镇采访报道